大家好 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愛故事 愛故事頻道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這些故事能帶給您想像力 思考力 判斷力 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上次說到 楚國的崛起 讓晉國開始坐立不安 這晉國的大臣趙頓 趕緊找大家來開會 他認為要專心對付楚昆 必須先安定後方的晉國 他想與晉國和好 但應該要如何進行呢 他希望大家給個意見 這趙川堅亞 晉國有個小老弟叫做崇國的 他們依附晉國很久了 我們可以出兵去攻打崇國 這晉國一定會來救援的 到時候我們跟晉國講和 在談判上就不會站在下風了 趙頓聽完之後說 嗯好就照這麼辦吧 但這時候趙頓的兒子趙碩 卻反駁地說 秦晉兩國仇已經不小了 現在我們又出兵去攻打他的小弟 這根本是火上澆油 這怎麼可能會有和談的機會呢 趙頓說 這件事我已經決定這麼做了 你別再多說什麼 說完 趙頓在告知晉靈宮之後 派出兵車三百勝 並且由這提案的趙川為主將 率兵攻打崇國 下去之後 趙頓很不服氣啊 他跑來找找韓爵訴苦啊 韓爵對他冷冷的一笑說 你到現在還沒搞清楚你老爸的意思啊 趙頓說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我聽不懂 韓爵說了 你爸呢 你爸呢 根本沒打算跟秦國和好 派兵攻打崇國 是為了壯大你趙師在晉國的地位 並且呢 讓趙頓有機會領兵 你就別跟他爭了吧 趙頓聽完這話呢 有點不敢自信 我爸真的會這樣嗎 他低頭無欲的離開了 那趙頓真的會像韓爵說的這樣嗎 我們就來看結果吧 這趙頓領兵攻打崇國 秦國在收到消息之後呢 他不是援助崇國啊 而是來個釜底抽薪 直接攻打晉國 趙頓逼不得已呢 趕緊回師救援啊 秦國一看 嗯 這崇國之位一解 於是也就退兵 不與這進軍呢 死缠爛打了 事後 趙頓開始掌握軍權 並在魚片死掉之後呢 替捕了他的位子 哦 這還真的被這寒 官爵給說中了 趙頓呢 根本不關心這進國霸主的光環衰退啊 他更關心的是什麼 是他趙氏家族啊 在這進國的勢力啊 隨著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 這進林宮也逐漸長大了 但是 長大的進林宮呢 也是個昏君 他最喜歡的臣子呢 是一位叫做圖岸谷的人 這圖岸谷是誰呢 就是之前圖岸儀的孫子啊 這兩人呢 每天只知道遊玩 他們呢 還在這將洲城內啊 蓋住花園 因為裡面呢 有很多桃花 所以這花園又叫做桃園 這進林宮呢 同時還到處去收集一些奇花藝草 放在這桃園之中觀賞 另外 他在桃園中呢 建起一座三層的高台 讓他可以從台上呢 直接一眼看清楚 這將洲城內人民的活動 一天啊 兩人閒著無聊 進林宮突發奇想的說 欸 圖岸谷啊 我們拿彈弓打鳥不好啊 要不要 我們拿彈弓 來打這將洲城內的人啊 圖岸谷當然回答說 好啊 反正被打的不是他 於是呢 他拿起彈弓 建仁舊的事 哇 把這將洲城內的居民啊 打傷了很多人 大家紛紛逃避啊 一旁呢 金林宮看了這畫面呢 高興的拍著手說 哎呀哎呀 來這邊玩那麼多天 今天最開心啊 除了桃園之外呢 金林宮呢 還養了一頭兇猛又巨大的熬犬 時不時呢 還會放他去咬人 他不愛上朝 只知道玩啊 這讓相國的趙頓啊 看不下去啊 趙頓時常規劍他說啊 主公啊 你要多多管管正事啊 但不管這趙頓怎麼勸啊 他都不停 一天 趙頓與這士惠啊 下朝之後 正在抱怨著這金林宮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都不好好管理正事 突然之間 看到這內士啊 拿著一個竹籠 慌慌張張的要離開 趙頓覺得奇怪啊 把他們攔下來問他們說 哎 這竹籠裡面什麼東西啊 內士們回答他說 當然我們不敢說 你自己看吧 趙頓一聽心裡更懷疑啊 他跟世惠兩個人 一同上前檢查 哇 這不看還好 一看把這兩個人都嚇一跳 原來是個人啊 知解是什麼 就是分屍的意思啊 趙頓轉頭問著內士 這怎麼回事啊 內士說 大人我們不能說啊 趙頓說 我現在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不說 那你以後 就永遠不用再開口說話了 這內士一聽 哇 不說要殺頭啊 嚇著他 立刻告訴趙頓說 大人啊 這個人呢 是宮內的廚師 主公剛剛說 要吃熊掌來下酒 結果呢 先他煮太久了 就把他打死了 接著呢 主公叫人呢 把他砍成樹段 要我們呢 趕緊處理掉回報給他 晚了我們也會遭殃了 大人 求你勞過我們吧 趙頓聽完之後呢 他叫這些人呢 先下去辦事 他跟四惠說 這主公草菁人命到這種地步 我看 我們兩個去勸勸他吧 四惠說 我看這樣好了 我先進去勸他吧 若不行 你再去試試看 趙頓想一想說 好 那就辛苦你了 這四惠呢 才剛見到靖林公 靖林公就已經猜到他來做什麼了 他跟四惠說 今天的事算是我做錯了 我會改的 四惠一聽 老闆都認錯了 那還能說什麼呢 所以他跟靖林公說 人都會犯錯了 只要肯改就好了 說完他就離開了 離開之後呢 他將剛剛的狀況說給趙頓聽 趙頓聽完之後說 嗯 也只能這樣吧 之後 我們就看看祖公的行為 有沒有改善吧 隔天 靖林公宣布 今天不上朝 因為他要去桃園玩 趙頓一聽 這傢伙哪有像要改過的人啊 我今天不能做事不管了 於是 他率先一步呢 趕到在桃園門口 靖林公一見到趙頓 他問趙頓 愛情 我沒找你 你怎麼來了 趙頓說 祖公 你先是放狗咬人 又用彈弓傷人 昨天更是因為小過小說 而將廚師給分屍了 我若再不勸你 我怕這靖國就要亡國了 靖林公聽完之後 慚愧地拿起衣服遮住了臉 然後對趙頓說 像國你說的是 你先退下吧 我今天呢 就在這桃園再玩一次 就一次啊 回去之後 我一定痛改前非的 還來這一套 趙頓才不信呢 他擋在這桃園的路口呢 請這靖林公回去 一旁的圖案谷說 像國 你就算要祖公治理朝鎮 也要祖公在宮中才能進行吧 祖公今天已經通知各個大臣說不上朝了 若是現在回去上朝 你要祖公的臉往哪放啊 這樣吧 我建議啊 祖公答應你 明天 明天一定上朝 一旁的靖林公答向說 對對對 我明天一定上朝的 而且一定會傳你來說話 你說好不好 聽到這 趙頓也不好堅持啊 只好無奈的讓這靖林公進入桃園啊 離開前 他惡狠狠的定了這圖案谷說 亡國敗家 都是你這種人造成的 說完轉身離開 趙頓離開之後呢 靖林公圖案谷兩人 依舊照常晚樂 突然 圖案谷叹了口氣啊 唉 這樣開心的日子以後就沒了 靖林公說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圖案谷說 哎呦 祖公我還能用什麼意思啊 你想 這趙頓明天一定會來撈撈刀刀的 那以後我們還能來這玩嗎 靖林公說 為什麼不行啊 我才是國軍 難道我要聽他的話嗎 圖案谷說 你敢不聽嗎 人家權力那麼大 哇 圖案谷這話說了 靖林公一肚子活啊 他想說這趙頓實在太囂張了 我得找個辦法除掉他 圖案谷說 嗯 對 我們可以找人刺殺他 我認識一個人呢 叫做儲妮的 這個人因為家裡沒錢 我一直在接激他 他對我非常忠心 我要他做什麼 他就會做什麼 他一定能幫我們解決掉趙頓 靖林公一肚 太好了 若是可以除掉趙頓 你可是大公一見啊 當天晚上 圖案谷找來這儲妮告訴他說 這趙頓專權 已經危機到主公了 所以啊 他希望儲妮去幫他 刺殺這個趙頓 這儲妮惡話不說 立刻接下這才是 隔天一早 儲妮拿著這匕首 匕首就是一種短的劍啊 他埋伏在趙頓的住所外面 準備找機會 刺殺趙頓 終於啊 這趙頓的關底大門打開了 他見到一位官員 在整理好衣服 戴好帽子之後 跟大家說 嗯 天色還早 我們先在這等著吧 不可以提前上草 去打擾主公的休息 儲妮一聽 這趙頓哪裏像是圖案谷說的 無視主公 專權恨行的人啊 他叹了一口氣 唉 我若殺了趙頓 則是對靖國不忠 但若不殺他 則是對圖案谷不守信用 這該怎麼辦呢 最後他決定 衝到這趙頓的面前 做什麼 他大聲說 我除你奉命前來刺殺像國 但我寧願違反命令 也不忍心殺你這忠誠 像國 你自己保重啊 我死了之後 怕後面還會有其他人來殺你 你多多小心吧 說完 他自己壯死在趙頓關底前面這個大懷束之下 趙頓的水龍一聽到這呢 趕緊跟趙頓說 向國 你請不要進攻吧 進攻恐怕有危險啊 趙頓說 昨天主公說 今天上朝要傳我的話 我怎麼能不上朝呢 唉 生死有命 你們不用擔心吧 說完 趙頓請人將這處理呢 先好好安葬 接著 進攻去接著進林宮啊 進林宮一看到 欸 這趙頓怎麼還沒死啊 下朝之後 他問這圖案谷 你搞什麼 趙頓怎麼還好好的啊 圖案谷說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聽人家說 這除你撞大樹而死啊 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啊 不過主公你別擔心啊 我還有辦法殺著趙頓啊 進林宮說 還有什麼辦法快說啊 圖案谷說 主公啊 你明天依舊上朝 然後 如此如此 這般這般 這樣趙頓就非死不可了 進林宮聽完之後拍手大笑說 好好 這樣趙頓可非死不可了 隔天早朝 進林宮對趙頓說 愛情啊 都靠你的忠心 並且敢於正直的執政我的錯誤 我才能重新振作起來 等等 我要請你吃頓飯 好好的謝謝你 下朝之後 趙頓來到宮中 這時 一旁的圖案谷說 主公子邀請相國藝人 其他人不得怒內 這趙頓聽到這話呢 便請他的隨從 提名一名的 在門外等候 等到這九過三巡之後啊 進林宮對趙頓說 哎 愛情啊 我聽說你身上這把劍 是一把寶劍 可以借我看一下嗎 這趙頓完全不知道 其實 這是圖案谷的毒計啊 因為這圖案谷呢 打算在趙頓呢 取下寶劍的同時 對外大喊 趙頓在國軍面前拔劍 意圖不軌 然後 叫預先埋伏好的士兵 衝出來 名正言順的殺這個趙頓 就在趙頓準備 取出寶劍的時候 門外的提名一名 聽到進林宮這番話之後呢 突然間大聲叫道 按照禮法 臣子與國軍喝酒 不能過三巡 相國你已經喝了三巡了 為什麼還不離開 竟然還要在國軍面前拔劍呢 趙頓一聽 他馬上明白了 啊 這是靖林宮想用技殺他 於是 他趕緊起身 跟靖林宮說 九過三巡 按照禮法 他必須告辭了 說完 提名一名 怒氣沖沖的趕了進來 準備摻扶著趙頓離開 想走 哪有這麼容易啊 圖案谷馬上叫人 放出熬犬 去咬這個趙頓 這提名一名力大無窮 他當場用他的雙手 抓住這熬犬 還不等著熬犬咬他呢 他已經將這熬犬這樣 折成兩段了 靖林宮一見到這狀況 非常生氣的大叫說 來啊 把這殺了我愛犬的暴徒 給我拿下來 一死之間 所有埋伏的士兵 都衝了出來 哇 這埋伏的士兵 來勢洶洶 實在太多了 提名一名大叫 向國你快走啊 他自己則是一個人 獨自抵擋這眾多士兵 最後 提名一名 仍舊刮不敵眾 死在這亂刀之下了 趙頓出宮之後呢 瘋狂奪入逃命啊 這時 後面有一個人緊追不死 眼看著趙頓就要逃不掉了 這時 這人卻大喊著說 向國不要怕 我是來救你的 趙頓怎麼可能停下腳步嘛 他邊跑邊問這人 你是誰啊 這人說 向國你還記得在義商嗎 你曾經救過一個人 我就是那個人 林哲啊 趙頓一聽 欸 他記得吃這件事啊 原來五年之前的某一天啊 他經過義商這個地方 看到路邊有人呢 倒在那邊 他原先以為是刺客呢 後來才知道 是個快餓死的人 趙頓請了拿些東西給他吃 而這個人呢 明明就快餓死了 卻預先留下了一半的食物 趙頓覺得很怪啊 你都快餓死了 你把食物留下來幹嘛 仔細問才知道 啊 原來他還有個母親在家 趙頓一聽 哦這是個孝子啊 哎呀 他也不差這些食物 所幸呢 他給他一大堆食物 讓他一次吃個飽 另外呢 再給他一些肉啊 食物什麼的 要他拿回去給他母親吃 後來呢 這林哲應徵到趙頓府上當衛兵啊 沒想到 這次卻遇到趙頓有危機啊 所以他奮不顧身的 跑來救這趙頓啊 好不容易啊 終於將這趙頓帶出了朝門啊 但沒想到後面的追兵卻趕上來了 眼看這趙頓 就要命上在這宮門之外了 就在這個時候 趙頓的兒子趙頓 帶著家丁衝了過來 營救趙頓 趙頓趕緊跳到這車上 他回頭大叫 林哲 林哲一起上車 咦 這林哲已經不知去向了 由於趙頓帶來的人數眾多啊 金陵宮的士兵不敢再追 就這樣 趙頓終於逃離險境 離開之後他跟趙頓說 我看這傢伙是回不去了 我們先逃去宅國或是秦國吧 兩人一路向西 結果呢 遇到這剛好打獵回來的趙頓 趙頓先是嚇一跳 欸 向國 你不是在宮中跑來做什麼 趙頓把這發生的事情的過程 詳詳細細的跟趙頓說了一遍 趙頓聽完之後說 嗯 這事交給我處理吧 你就先在這等等 過幾天之後 我會回你消息的 你啊 再決定要不要離開禁國 趙頓說 嗯 這樣也好 那我先去守陽山吧 趙頓 你處理這件事要謹慎一點 不然越弄越糟可不好啊 趙頓說 你放心吧 我去去就來 來到降州之後呢 趙頓直接去找上這金陵宮啊 一見到這金陵宮呢 他便上前請罪啊 他說 祖公 我家族中有人犯了大罪 我已經不適合再當官了 恳請祖公罷免了官職 讓我回去閉門思過吧 換句白話一句 老闆 請你大巴吃杯別殺我 讓我回家 這關我不做了 金陵宮一聽 呦 這趙頓還挺乖的哦 而且還挺怕死的 心裡在一想 其實他就是討厭趙頓 每天在耳邊啰哩啪說的 現在趙頓已經走了 耳根子一下親近了許多 他心情好得很 哎 沒心思想要多殺人 所以他跟趙頓說 嗯 這不關你的事 這是趙頓一個人的問題 你就好好的當官 沒事的 趙頓聽完之後 接著說 祖公啊 我聽說呢 這當國軍啊 就是要享福 能玩樂天下最好玩的事 吃這天下最好吃的東西 還有呢 娶很多老婆 你前面這兩個 我看你都有了 可惜 就差最後一個 你看啊 齊歡公啊 還有先君禁聞公 哪個不是這樣 娶了一大堆老婆 我覺得祖公你啊 應該要在靖國軍內 多找一些美女來當你的老婆 靖頓公聽到這 他眼睛一亮 對齁 我怎麼沒想到這啊 他接著問趙船 那你可以幫我辦這件事嗎 趙船說 我不合適啊 因為這件事呢 一定要派一位非常了解 祖公喜歡什麼樣的人去辦 這樣才辦得好 不然找回來的祖公不喜歡 難道要一個一個殺掉嗎 靖頓公一聽 欸 有道理耶 嗯 這圖案谷呢 每天跟我混在一起 基本上呢 就像我肚子裡的蛔蟲一樣 他最清楚我喜歡什麼了 要不這樣 就派下去幫我找老婆啊 對 就這麼辦 他要圖案谷了 去把這城內城外啊 二十歲以下 還沒有結婚領子 都查一遍 看看誰適合當他老婆 並且 限期一個月內完成 趙船一看 太好了 這傢伙上當了 少了圖案谷在身邊 就更容易對付這昏君了 接著 趙船跟靖頓公說 祖公 我知道你平常喜歡到桃園那邊去玩 不過我回來的時候經過那邊的時候看到 那邊的視位很少耶 我怕這樣不安全 要不要我從我軍隊撥兩百個人給你 充當這衛兵啊 哎呀 靖頓公這時候啊 滿腦子都在想美女啊 根本沒有心在聽趙船在說什麼 他隨便回答趙船說 哎呀呀 就按照愛情你的建議去做就行了 趙船回去之後呢 開始點兵點將了 他一邊點一邊嘆氣啊 士兵問他 將軍 什麼事要召集我們啊 趙船探了口氣去說 哎呀 什麼事啊 我剛剛去見主公 他呢 要我找兩百個人送去桃園給他當衛兵 哎呀 這當衛兵是很辛苦的 也不能隨便請假 你們呢 大多都是有家有事的 我在想你們的家人要怎麼辦呢 士兵沒聽 什麼 不能放假 你要知道啊 當兵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一要有飯吃 二要有錢領 還有三就是要有駕放 你不放我駕一兩天就算了 還要長期不休假 那我還不跟你拼命啊 這是趙船安排的心腹呢 在軍營中說話了 就是開始帶風向了 他說 可惡這昏君啊 要是相果還在 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的了 大家一聽 對昏君 要是相果還在 他們就不用當衛兵了 接著大家鼓噪起來 要趙船想辦法幫幫他們 趙船想了想說 嗯 我看只有一個辦法 那就是 殺著無道昏君 贏回相果 改立新國軍吧 大家一聽 對 殺了他 換一個新的國軍 但是 要怎麼做呢 趙船接著說 嗯 還好 我看這桃園不像宮中 有一大堆守衛 大家可以先按照主公的命令 假裝去桃園當衛兵 等到今晚二軍的時候 你們假裝說 要主公給你們賞賜 衝勁著桃園之中 我呢 則是袖子一揮 告訴你們 哪位才是真正的主公 到時大家一勇而上 就可以解決這昏君了 計劃好了之後 大家開始按計劃進行啊 趙船帶領這兩百人呢 給這靜靈公看 靜靈公一看 喔 果然喔 個個殺氣騰騰 看起來都很勇猛喔 嗯 趙船 這件事 你辦得很好啊 等一下留下來 一起吃飯 陪我喝幾杯 就這樣 兩人一喝 喝到了晚上二斤 打個岔 二斤是幾點啊 古人認為呢 一天有十二個時程 換句話說 一個時程就是兩個小時 我們不是常聽到三斤半夜嗎 因為這三斤啊 就是晚上十一點 到隔天凌晨的一點 正好是半夜 所以呢 叫做三斤半夜 按照這個標準回推 二斤就是啥 晚上九點到十一點 那五斤呢 五斤就是清晨三點到五點啊 也就是接近太陽要出來的時間啊 所以呢 這兩人喝酒喝到二斤 以現代的人來看呢 算是宵夜場啊 不算太晚 但是喝到一半呢 突然間外面鼓噪起來啊 那金陵公有點害怕的問趙川 發生什麼事啊 怎麼會有亂轟轟的啊 趙川說 主公 我猜應該是有些鹹雜人等在附近吧 這些士兵們正在去趕他們 哎 他們第一天當桃園的衛兵 不知道這裡面跟外面不一樣 我就跟他們說一下 讓他們小聲一點 金陵公一聽 啊對對對對 叫他們小聲一點 別打擾我的雅信啊 這趙川呢 才剛剛拿起燈呢 要走到外面 這士兵們呢已經衝破大門 衝進來了 趙川假裝安撫大家之後呢 回來向金陵公報告 他跟他說啊 主公啊 這些士兵說啊 守衛辛苦 若是主公有多餘的酒 他們想要向主公呢 討一杯酒喝 金陵公一聽 這有什麼問題啊 我酒這麼多 接著 他叫人去拿酒來 到了這台上了 趙川大手一揮 指著金陵公說 主公請大家喝酒 還不快謝謝 大家一看 哦 就是他了 趙川指的人 就是金陵公啊 大家一擁而上啊 金陵公大驚失色問趙川說 這這這怎麼回事啊 不是已經給他們酒了嗎 他們要上來做什麼 趙川看著金陵公 冷冷地說 沒什麼 大家只是想送你去見你地下的父親 你一路好走啊 這趙川話還沒說完啊 士兵的忌啊 已經刺穿了金陵公的身體 金陵公當場棄絕啊 這一旁的仆人看到這狀況啊 嚇得到處亂竄啊 趙川登高一呼 這昏君已死 大家不要濫殺無辜 大家隨我來去迎接這相國 回到降州城吧 說完 大家便一同與這趙川離開 去迎接這趙頓啊 由於這金陵公啊 早就考了降州城那百姓天怒人怨 所以他這一死啊 根本沒有人覺得他可憐 也沒有人怪這趙川啊 這圖案鬼一聽到 蛤 金陵公被殺 他趕緊躲回家中啊 次會聽到這消息啊 他猜得出來 這是趙川幹的啊 但他也不多說 回家等著後面看會如何發展 隔天一早 趙川帶著趙頓 回到這案發現場 桃園 趙頓呢 心事抱著金陵公的屍體 痛哭了一場 還真不知道這趙頓的痛哭 是難過到哭了 還是開心到流眼淚了 一旁的百姓呢 看到趙頓流了這麼多眼淚 大家都覺得 哎呀 相國是個忠誠啊 大家安慰他說 這昏君呢 自作你也不可活啊 相國你不要太難過啊 大臣們一看 百姓們都恨死了這金陵公 擁戴著趙頓 誰敢多說什麼 所謂眾怒難犯啊 接著 趙頓收起了眼淚 他告訴大家 國不可一日無君啊 我們要趕緊 勇立新的國君才是啊 這金陵公沒有後代 我知道 金相公還有個兒子 他人呢 現在在周天子那裡當官 聽說他出生的時候呢 他媽媽夢到呢 有位神仙用黑手摸了他的臀部 所以呢 把他取名叫黑臀 臀部就是他屁股的意思啊 那這個人竟然有神仙加持 應該適合出任國君啊 這底下的大臣們呢 聽到趙頓早就有人選啊 大家一口同聲的說 嗯 這件事交由相國主詞 就是說 你說了算的意思啊 於是 趙頓派遣趙川 去迎接這黑臀啊 為什麼要派趙川去啊 這目的呢 就是要幫趙川 洗掉他士君的無名啊 就這樣 這黑臀意外的成為 靖國的國君 也就是 靖成功 這靖成功意外的撿到天上 掉下的禮物啊 成為了靖國的國君 這對靖國的政局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這故事 會如何的發展呢 我們要到下次 才能跟各位說囉 好啦 今天就先說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故事 記得咚咚您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追蹤 訂閱 以及分享哦 當然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 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您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 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 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 以及作業模式 才有機會 改變您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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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